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介绍球员 让各位能用最快的方式 重点了解代权新秀 呃...不过呢 由于只剩不到一个月 估计是连首轮都很难做完啦 所以到时候要怎么解决 就再让我思考看看吧 好的 那一下就废话不多说了 赶紧进入整题吧 Daron Sharp 有一些很令人喜欢的特质 但也有很多的疑虑 他有着浑然天成的蓝领技能 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用巨大的身躯 去卡出大量的空间 允许自己快速在人群中移动 争抢球权 并且对于篮板球的嗅觉出色 能提早出现在队的位置 卡到好多空间 也因此他的18.1%进攻篮板率 是NCA历史前段班级别的数据 而这样对于篮板的感知 也源自于他良好的空间感 就像他的两位高中队友 Cunningham和Scottie Barnes一样 Sharp对于半场空间 也有非常好的理解 这让他挡拆的走位 高位持球的侧应 而波篮板后往外分球的能力 都有很出色的发挥 而这些也毫无疑问 都是能转换上NBA的技能 但反面来看 他也有一大堆 无法转移上NBA的必要技能 首先就是得分把握度 作为一名有厚度 又在篮底讨生活的球员 他在篮底的命中率58.6% 实在不算是多好的成绩 Sharp的手感非常普通 这除了反应在篮底的放篮以外 也反应在他50.5%的罚球命中率上 也因此他几乎是没有中距离能力的 防守上Sharp受限于横移 他注定不可能换防 但面对传统5号 他6尺10寸的身高7尺臂斩 又变得完全限制住对手 更糟的是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身材跟爆发力了 要靠站位和后时的身躯去护框 但他却没有意识到 反而很爱沉退步 用跳舞的试图盖锅 结果就是锅没盖到 他也直接被对手要到好的位置得分 所以选走Sharp的球队 也没有打算好好培养他 会决定他能否生存 因为他的得分防守 至少需要一技以上 甚至两技来练 练得好的话会是不错的板蛋蓝领 还带一点测试能力 但如果选他的球队 只把他扔去发展联盟自己练功 那大概先就合约走完后 Sharp就会消失来联盟了吧 高模板 重担板Mason Plumlee Kyle Quinn 低模板 Dakari Johnson Rickon Gray 是一名介于全能和全不能之间的奇特球员 他看似是高测试的身材 有着八尺九寸的摸高 且协调性 Buff力虽然不惊人 但非常均衡 能做出扎实的脚步切换启动 过人后变速攻击篮筐等动作 防守上也能换防外围球员不落于下风 双脚的移动非常灵活 问题是呢 Gray同时还有着本届体测 最重磅的268磅体重 以及过去10年以来 体测最高的是7.30%体脂率 将巨大的盾位带来的冲击力 让许多人认为他不只是一个高侧翼 更具备了内线般的斜防和篮板影响力 也因此很多人将Gray 视为名能控球的内线 因为他不只有切入攻击的能力 也有阅读基本防守轮转后切喘的能力 这让他能抓下篮板后 独自带球快攻 或者在半场进攻中接应单打 如果以这种角度来看 Gray应该是命诱人的潜力骨才对 但我认为这其中呢 有非常大的疑虑 因为他的体重并不像Zion Wallinson 那样来自于肌肉 而是真的 来自于一定程度的肥胖 我认为这也多少有影响他的体力 所以上场一久 他就容易涣散 攻守两端呢 都会做出一些不好的决策 再来就是体脂过高 可能也影响到他的灵活度 让他切入终结的延展性并不好 你应把握的上来呢 经常会放枪 且在重磅体格之下 他的对抗性虽好 但却也不到出色 而这也证明了肌肉 才是对抗性的根源 他就只是虚胖而已好不好 所以对我来说 Gray根本不是什么控球内线 比较像是控肉内线 咳咳 根本呢 只是个体重失控的擒风球员 一来就让人对他的自律 打上一个问号 二来是他的球章 也不足以支撑 全能型球员这一角色 他无法阅读太复杂的防守轮转 像篮人容易放枪 外线也还不准 防守上虽然横移可以大量换防 能单防也能护框 但体力不够好 而且喜欢乱跳 甚至是无意义的下手犯规 这些都让人怀疑 他在大学展现的全能 可能进到NBA 只是全不能而已 他必须先证明自己确实有至少一样 稳定的得分手段 看是三分球 还是空间挡拆跟进后的小抛头 再来要把体重降低 确认自己的定位 到底是侧翼还是矮内线 最后才能搞清楚 他到底真的是能面框控球的 多功能型侧翼 还是只是能帮忙分点球 干些脏活 跟进接应的矮人苦功 高模板 有侧应的Dermatio Green Eric Pascoe 第一模板 Gershon Yabasili Anthony Bennett Dershon Nyx 这个人他打球完全就是 好不好 公园里喜欢打成空的阿伯 几乎不太自己进攻 也不会运球固人和创造空间 完全就是靠队友挡人加上跑位 然后呢 他就会把球稳稳的 送到队友的位置给别人 呃... 对 这其实称赞 Nyx的空间感和比赛理解 以他的年龄来说真的很出色 他永远都知道自己在哪 队友们的移动 能遇见下一秒的机会 于是就能立刻用对的传球方式和传球角度 送出助攻 Nyx光靠这样的传球意识和传球直觉 搞不好呢 就可以在欧洲各种联赛混得很好了 啊... 但可惜的是呢 他现在要挑战的 是NBA 但他过人能力 和投射能力都缺乏威胁 甚至连出手意愿也不太高时 对手大可以沉退他 然后用长度去干扰他的传球 而像Rondo Rondo和H.Smith 这种不太投篮的纯控 他们至少还能靠爆发力 过人切船 Nyx就像连爆发力和运球都不太有 更直接点说啦 当六尺十一寸的Ben Simmons 不愿意出手时都会隐形了 你觉得六尺四寸高 不投也不切的Nyx 是能有什么影响力啊 偏偏他连投射姿势呢 也很像公园阿伯 不太跳 又需要时间瞄准 从比赛来看 他的对抗性虽好 但协调性 延展性都普普通通 体测时的体脂又超高 可以说不止技巧 连身体也还没有准备好打NBA 所以选他的球队 势必得要针对他的体态 体能乃至投身运球 这些基础全部调教一轮 至少也要个一年吧 阿应该才会堪用 但居然把这些都练好 Nyx大概也就是控场很稳健的替补控 到底值不值得球队 花大把心力去练他呢 就看哪只球队 认为他的节奏掌控 和精准分球值得投资了 如果把他摆在一个活力旺盛 有许多跑动射手 或跳跳转的板凳阵容 他应该还是能有很不错的影响力才对 高模版Andre Miller Mark Jackson 低模版Kendo Marshall Jason Preston 是最适合哪个Nyx 放在一起比较的球员 如果Nyx是弄公园里 自己都不太动 只想指挥跟传球的阿贝 那Preston 只是弄打球超秀 但是动作超慢的中年人 Preston今年又一名 拥有天生控船视野的天生控球 他已经有所有NBA控球该有的技能了 包含极佳节奏切换过人 Posted Dribble卡住对手 来牵引防守 稳定的Catch是3分 有点不稳 但射程深远的几天跳投 以及所有 诶对 所有 你想得到的传球手法 Preston的传球不止欺骗对手主动牵引 更是带有Jason Wallace那样的秀位 会震惊全场的那种 风骚的背后传球 起跳滞空后 No luck Pass穿越整个半场 精妙的地板Pocket Pass 甚至是背后掌眼的神奇妙传 同时上面提到他的节奏切换码 Preston有着惊人的Hand Dribble 他会用瞬间放满弹高的运球 冻结住对手 接着加速过人 而且不只可以用一次 他一次过人里面 可以反复运用好几次这种技巧 搭配流畅的转身动作 隐蔽的胯下换手变速 只要对手一晃神 就会被他诡局的节奏给凝制住 并且上面也提到转身嘛 当Preston没办法成功过到对手时 他就会使用Hustle Dribble 搭配转身背框的动作 一样不停的切换节奏和方向 直到对手弄出瞬间的空隙 他就会利空对的角度 传球给队友 或是自己拔起抛头 在这一部分上 Preston很容易就让我想起Kell Anderson 总是在场上其他9人 完全不在同一个节奏内 没有人可以预料到是下一秒的动向 各种黏力的运球 转身节奏切换 莫名其妙 只有会被他钻出空间来 如果单独控球技巧 那Preston 我想现在把他丢进任何的职业联赛 他应该都可以生存 问题是呢 就和Nex一样 他现在要挑战的 是NBA啊 Preston最大的问题就是体能非常差 完全跟Anderson一样 但他也没有Anderson的身高 所以防守呢 完全就是被吃假的 过他呢 不只像过清晨的马路 简直呢 就像现在过自家的客厅 而就是因为几乎零爆发力 进攻上他才需要一直黏着对手 透过自己先缠住别人 才能用节奏变换 再一口气甩掉对方 但肉眼可见的是呢 他的对抗性也很普通 到底能不能顶住那一票 凶残的NBA后卫 还是顶顶 他要自己先飞出去 那就还真的不好说了 另外就是当他在三分线内 无法甩脱对手时 他几乎就是只有一招抛头 后撤抛头 转身抛头 前仰抛头 各种抛头好不好 虽然总是善用脚步 先卡出空间才出手 但一样呢 受制于对抗性 在NBA他这种阴柔的打法 能否维持也仍是未知数 由此呢 你就能知道Preston的疑虑 是真的很大 并然大球打的分区 强度真的不算太高 所以他并没有面对到 真正高强度的单防和护框 而如果Preston 那套老油条的控球打法 没办法转移上去 那他真的就完全不是一个 NBA等级的球员 啊 没办法 体能超下的白人射手后卫 整个联盟真的不缺他一个 但只要能确保他的外线准度 和对抗性可以转换上去 那Preston就是极佳的替补控球 甚至可能是比赛关门时的GangTender 虽然要打上先发嘛 诶 他那种奇异节奏真的太难搭配了 所以不太可能啦我觉得 但运用得宜的话 在20到25分钟上场时间内 他可以确保你的替补阵容 进攻保持流畅 同时骑华丽的球风 很有可能成为球迷们入场的 一大卖点啊 高模版体格体能砍半的Lamelo 破产版Steve Nash 低模版Josh McGatty Netwaters 要用一个词来形容Iseia Todd的话 那就是尴尬 他绝对是有天赋的球员 但却是一个难以放进 现代篮球体系的球员 进攻上的尴尬 来自于现代的身材 传统的打法 Tod的投篮手感以常人来说 非常的好 灵活度跟协调性也很优秀 但他的投射姿势是典型的2Motion 因而打Pick&Pop不可以去触食 拉到三分线的稳定度很差 二段式投篮的缺点就是这样 较慢且多一拍的后拉 反而容易被干扰 且在三分线的长距离下 只要被干扰到稍微的力道不一 最后投篮的结果 就很容易偏离的偏离打铁 所以像Anthony Davis 在这两种情况下 稳定度也不是很好 AD的投篮手感相信没有人敢质疑吧 但事实上 他生涯除了1819年 有37.7%的三分Kiss 使用命中率以外 剩下7年都低于35%的水准限制下 足见二段式的投篮 真的不是很适合定点远投 尤其协调性较差的常人 更是如此 不过相反的 二段式的投篮 在高地位单打时 就能更多的用手部动作 去牵引防守 或在对手头上延射 且较短的投射距离 也比较不会受到干爪的影响 造成弹道偏离 这样或许你会问 那就让他练自主性攻 不要打劫引就好啦 问题是Todd的下盘不足 低位几乎顶不动真正的常人 然后脚步也很单调 几乎只会以翻身飞的位作结 加上他也还没有足够的 预论防守能力 应对NBA的夹击防守 很容易在低位被夹击 稍微压迫着失误 或是匆忙又跳投打掉 这个就是尴尬之处啦 他的灵活段手感 理应是现在投射常人的优势 可是实际上拥有的技能包 却是传统高的地位单打 但要让他打中打法 他又还没有相应的身材和进阶技巧 而防守上呢 Todd的弹跳力不足以斜防护框 下盘又难以换防外围 加上无球防守容易发呆 卡位意识明显不足 让他短时间内防守 毁是球队的漏洞 长期来说 顶多也就是靠站位跟臂斩斜防下 很难有实质的影响力 这就是Todd之所以看似有诱人的条件 身价却冲不上来的原因 他的形态很容易让我想起 另外三个已经被淘汰的五星高中生 一个呢是iPhone Rep 一个呢是Shake Diallo 一个呢是Scale Up is the Year 三人都是手感很好 二端是跳投 却没有相对应的高地位技巧 垃圾时间上场可以打出很亮眼的表现 给更大的定位就破绽百出 所以Todd想要生存下去 真的得要遇到一个 会用他的教练才行 就来看他的最佳用法有两个 一个是高位持球 解放他中距离跳投的空间 且他虽然没有阅读大量轮转的能力 但空间感也不算差 所以他高位持球时 可以配合底线掩护战术 随机创造空切篮架 或Offscreen到底角投射的机会 让他来侧应 另一个是短挡拆 这可以掩盖Tad的远头 以及盾位问题 最大化他的中距离跳投和抛投手感 只是比起高位持球 短挡拆要成立的话 他表现加长侧应能力 以及他中距离下球后进攻的步伐 只要练好这两种打法 板凳上来当作多功能火旗 应该还是很好用的 只是要练的就真的还很多啦 防守站位 卡位 更稳定的投篮 还有下球后的基本步伐 快速阅读防守的能力 如果两年内全都没有改善的话 呃 大概就要布上几位前辈的后城 星下合约跑完后呢 诶 就可以打包去欧洲 或回发展联盟啦 高模版 敌配版Harry Giles 下一号的Wendell Carter Jr. 低模版 那三只随便消失的 啊 挑一个就是 Miles McBride 是今年我比较无感的一个球员 他是标准的在大学层级 能做很多事 但却又似乎都还没有到NBA水准的球员 他的属性比起有防守的控球 其实更像是带点双能位的3D 传球上老实说 我不觉得可以转移多少上NBA 阅读得了基础防守轮转没错啦 但更复杂的阅读 进阶传球技巧都还没有 加上也没有主动牵引防守的意识 我觉得他的打法终究更偏向的帮忙传导 打挡拆主要是找篮筐的二号 而从3D的角度出发 McBride也没有多让我惊艳 别误会 他是很好的防守者 基本功很扎实 脚步移动迅速 不会轻易下手 而且超级拼 但要说他是NBA层级的后场所 我并不这么认为 他成功防守了多半是大学层级的后卫 或是较高大的持球者 让他可以针对对手的体能 或运求重心去做施压 可是遇到爆发力够好的后卫时 McBride并没有办法稳定跟住对手 进攻上McBride的招牌的技能 是出手快速的扑扑扑跳投 也确实他的catch出姿势很干净利落 挡拆后一拍的急停也很好 这些无疑是能转移上NBA的技能 让他成为可用的射手 但进阶技巧上 McBride并没有太多运筹冲到空间的能力 他大部分的急停 其实都没有晃掉对手得到舒服的空间 而且靠着弹跳力 他二段式出手硬是颜射对手 可是身高减62.5寸的他 上到NBA还能这样投吗 说真的啦 我是很难买账 更别说他的爆发力 也不足以切近篮底 也没有太多篮下终结的脚步 等于是防守好 但不顶尖 进攻上能转移上NBA的 只有基本跳投 就看入行后 他能复扣着更好的站位拿捏 来弥补体能 并开发更多的运球技巧 来垫高天花板吧 不然大概就是介于发展 联盟到板凳之间的 Energy Guide了吧 高模板 进攻更好的Patrick Beverly 第一模板 Jayvon Carter Greek Brown 是本届天赋最好的球员之一 第一次看他比赛 老实说 我很直觉的 就能联想到Yannis 手长脚长 八尺11寸的摸高 却有非常好的协调性和身体控制 每次他下球 看起来球快被点掉的时候 他都能压低重心 神奇的延展身体 把球控制回来 这种事情呢 诶 真的是没有天赋就办不到的啦 现在完整的控制自己的长臂长腿 也让Brown 有很高的防守潜力 在NCAA换防的后卫都不成问题 能迅速用脚步去跟防 臂展去干扰 预计上NBA可以主守三四号 并换防五个位置 类似Jonathan Isaac 或Jayden McDaniels的概念 而谈到他的问题 很多人会以为 Brown的问题是球伤不好 但事实上就来看 他的比赛解读和空间感并不差 Brown在许多瞬间都展现出 比Kai Jones更好的比赛解读 像是在弱边接应时 他就很难观察出对手的防守布阵 抓准所有人目光移开他的瞬间 找到对的角度空间接应 甚至像这里 就是因为他从底角的空间跟进 吸引来了外围的斜防 才制造出了45度角的射手空挡 防守端上除了单防外 他斜防的反应速度和直觉 也比Jones更精准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Cover大量的场地 飞升铺防干扰对手 因而从潜力来看 Brown并没有亏断他原先前十顺位的期许 他的潜力不仅比队友Kai Jones更高 放眼今年选秀呢 也是数一数二 更甚至空间感上他的接应后 也有基础的分球能力 只要他不要低头顾着看球呢 诶 他就能正确阅读斜防 找到被放掉的队友 呃 对 前提呢 是他不要低头顾球的话 Brown目前一大问题是 外围技巧实在太糟糕了 所以一下球之后 眼睛就完全只能顾着保护球 才会导致他看起来完全没有视野 眼中没有队友 这也是Brown最大的问题所在 他的体格体能是完美的四号 且他几乎没有三号的技巧 没投篮没运球没脚步 甚至连基本的接球垫步都做不好 老师呢一下球就走步 但他却从上大学前 就坚持要转型成小前锋 近期试出的训练片段 也都是在练三号的技术 啊不是啊 你就连接球都接不好 还只想运球过人跟汉地拔葱 不是说不能加练这些额外的技能 可是他现在连让自己 得以生存的NBA的基本技巧 都还没有练好 就忙着在这边练一些 好高骛远的玩意 Christian Wood 当年却是一模一样 硬要运球过人 才会搞得他一度要被踢出NBA 前车之鉴追在前面 Brown要是继续执迷不悟 不正是事情能优先前后顺序 而是一意孤行的 只想做自己想做的 那恐怕他真的会 白白浪费掉自己傲人的天赋啊 而除了老爱做自己能力不到的事情外 Brown的情绪和专注度也是问题 他明明就做不到那些小前锋的动作 球队尽量的掩盖他的缺陷了 但他还是时不时就要下球乱切 外线硬拔 而当事情没有按照他希望的进行时 他的情绪就会外显出来 进而影响他场上的表现 出现专注度不足的状况 像是防守端会无一一的乱跳 情绪性的乱下手犯规 甚至是攻防两端都会晃神 放空突然断线 这才是Brown最大的疑虑 他如果不搞清楚 自己也能力和特长在哪 懂得好好去和团队进行配合 按部就班慢慢来 但他不管在哪个联盟 都没有办法生存的 更糟的是 因为高中毕业以来 他都在猛练三号技术 那就练得不上不下 要运球没运球 要跳投没跳投 结果四号的技术 像是禁区下球的脚步 和挡拆终结的技巧 也没有练到 等于他现在除了靠体能防守以外 完全没有能转移上NBA的技巧 也大幅提升他生涯的前段 被球队放弃的可能性 整体来说Brown的发展 非常的非常的迷洋 也很看他去到哪支球队 有觉得McDaniels 被灰狼救起来的前例在 我也不敢说入行后 他不会突然就被导阵 然后绽放他的天赋 且他高中身材类似之下 其实协调性 是远比大学时期好的 大学突然变得不太协调 是因为修计他自己乱练 增重到230磅 所以如果能透过科学化的训练 慢慢把身体控制调整回来 他能否重新开发外围技巧 仍是未定之天 如果真能成功 那不论首轮幕或二轮 Brown 将会是今年的一大偷 再怎么保底 也是强大的无球终结者 地毯式防守者 但如果选他的球队 没有制定够完整 长达至少两年的培养计划 或是Brown自己继续偏执的 打自己一厢情愿的球风 那大概两年内呢 他就可以准备淡出联盟了 进攻开发的模板 Jeremy Grant 王内建开发的模板 加强版Kimbridge 进攻没开发的模板 代号的Derek Jones Jr 第一模板 Costas and the Combo 老实说呢 我并不觉得 Key Jones的前提 有很多人认为的那么好 他的攻防两端 并没有展现出很好的直觉和阅读能力 更多的只是按照战术指示去行动 并靠着体能条件完成任务 尤其他防守基础并不是很稳定 斜方的时间站位时好时坏 虽然很听话不太会下手随意犯规啦 可是也很少靠着防守 创造转换攻击 照理来说以他的体能 他应该要是影响力巨大的防守者才对 可是看了好几场比赛下来 我却始终没有见到他有达到应有的影响力 这就是他的反应素端防守直觉并不够 也不是说Jones防守不好 或是他防守转移不上NBA 只是你就不能期待他在防守上创造太多惊奇 而是中规中矩 善用身材 顶多就是很好的团队防守者和护匡球员 进攻端呢也是 他挡差或走位的能力并不差 但空气的时机拿捏不稳 对于二波篮板的嗅觉也普普通通 这些都展现出他只能单纯执行教练的任务 而无法自行阅读完创造 也因此Jones的天花板 我认为顶多就是不错的先发蓝领 而他的极星能到哪 也将决定在他能否练出稳定的三分球 毕竟更多样的技术 会带来更多的战术价值 也就能弥补他不算太灵光的脑袋 替他开创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可以练出外线 他应该会是很优质的挡差得分点 甚至就算练不出外线 他也像Rutron Holmes一样 有基本的运球能力 强大的协调性 和单找起跳的爆发力 以及无穷无尽的能量和拼近 这些都让他会是堪用的苦工 在快捷套的现代篮球中 保底有生存的本钱 或许呢天花板并不高 但光是靠着先天条件和下球后的进攻 他带来的高地板属性 增加只能用乐透尾到手轮中去尝试 高模版防手版的Christian Wood 代号的Rutron Holmes 低模版 小一号的Joven McGee Jonathan Mardley Scotty Barnes如果能完全开发 那他可能会是本届最棒的球员之一 6尺8寸身高 将近7尺3寸的臂展 中锋级别的9尺摸高 还有官方体测第二块的折番跑速 以及36寸的原地弹跳 诶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Ben Adbio的摸高 加上Gabry Trance Jr的折番跑速 再加上Jonathan Mitchell的原地弹跳 呃 听起来呢 好像也不是最夸张的没错 但全部都在80到85分的条件 将他的臂展和大长腿 以及优秀的连续弹跳力 组合起来呢 反而比许多跳跳人都更加好用 Florida States的防守多为第一线直接压迫 第二线抓站位去防堵传球 很类似于藏Sibadu的窒息式防守系统 而在这样的系统中 Barns彻底展现他不只有身材 也有球伤 他能担任第一线的压迫者 也能担任弱兵射陷阱的角色 担任前者时 他善用成腿的站位 抓时间差以及长臂 让后卫难以切入 硬直进去铁铁为吃他火锅 但至于外围投射的话呢 Barns的长臂也能迅速干扰 担任后者时 他总能抓到平衡的防守站位 让对手切进去会遇到他的斜方 传出去也会被长臂拦截 而当执行全场压迫时 Barns的防守直觉更是展露无遗 善用身去扛住对手 双手直上直下不犯规 直到对手把球传出去的瞬间 在伸长臂展去拨掉 会在对手试图下球的瞬间 用长臂点掉球 这些不只展现他极快的反应速度 精准站位 展现他对半场空间的解读 精准斜防或超级的时机 则展现他阅读对手进攻的能力 也因此Barns的防守 极高几率是能转杀NBA的 虽然主扛三号 横一还是会有点吃力 但他能靠站位去cover外围 定位就像Dreamont一样 主手四号无限换防 并且在防守上担任全队的指挥官 大半为支援整个半场的防守 可以说光是这防守啦 Barns就值得用勒托顺位选入了 而让Barns升降地冲上前六顺位的原因 则是进攻上的无限潜力 大学期间 他几乎都被当作挡拆持球者来使用 这方面上他展现出很多独特 甚至连Dreamont都没有的技能包 第一是三斜脚步 Barns会用他的长腿搭配刺探布 转身动作原地左转右转 来回运用掩护 以确保自己能抢到第一步空间 第二是终结脚步 虽然受限于运球 难以切进蓝底 但只要他切得够深时 他又用Vear脚步或欧洲布 去主动制造上辆空间的能力和意识 第三就是他的控传视野 他能够完美阅读挡拆后对手的轮转 斜方进来他就传弱鞭 斜方没进来他就传Roman 且像Connect一样 人高手长 让他确认传球对象后 对手不管怎么伸长双手 他也一样可以跳起来 把球送到队的位置 甚至呢 他在少数时候 也能像Donchich那样 用Hoster Dribble 放低重心去卡住追防球员 这一切都展现出Barnes 极高的篮球智商和比赛理解 在这方面上呢 他绝对不输他的高中搭档Conehan 只要他能切穿防线 他就是一个无解的超大型Playmaker 够高的跟不上他 够快的干扰不了他 但是 But 就 Doh fucking my day 问题呢就在于 Barnes缺少两个 最最关键的Playmaker技能 那就是运球和外围得分 Barnes现在进攻最麻烦的是 他的运球重心太高了 所以一来 他很难在一堆防守下 稳定的保持运球 二来他也很难压低 往前加速 毕竟他顾球呢 都来不及了 因此可以发现他带球快攻 或启动低步时 几乎上半身都是直立的 也因此大幅削弱他的Buff力 使他的低步无法完全展现 而很明显当他手上没有球 他在快攻中可以压低重心奔跑时 这时他的速度加上长腿 可是呢直接追过后卫的 也于是呢 既然没有第一排加速 那自然呢 也没有第二排的变速 所以Barnes在第二排切换 几乎只有保持同一速度的换手变相 不然这是别扭又没啥用处的小碎步 急停变速 更糟的是 因为难以的人群中运球 所以Barnes习惯要挡拆或切入后 先双脚垫步停球 然后再开始找人 但在他垫步收球那两秒间 就足够斜防的人回味了 也因此失去了大量 原本应该可以传到的空档 更别说这样收球后 他也失去自己得分的机会 这等于是进攻要的倒出去重打一波 因而Barnes能否压低他的运球重心 将决定他的低步速度 切入变速 保持运球牵引防守 也就等于是决定 他能放到半重进攻作为持球者 还是只能像Dreamont亮当掩体 或是像Ben Simmons亮只能当空切者 最后就算没办法开发持球 Barnes仍需要至少一招得分手段 而其一呢 当然就是现代必备的三分球 他的姿势是偏慢的set shot 先端球蹲低再起跳 估计就是定点射手 将他成为offscreen的跑动射手 不过他的跳投机制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还没有练稳 而从近期释出的练头片段来看 就可以看到他的失力 平衡都好很多 不难看出休战期间 他花了多大的心力在改战投篮 再来如果外星人一时半刻 还无法作为主武器 就只要确保自己有短挡拆后 在中距离抛投的能力 就会决定他作为掩体 是否基本的防守吸引力 但Barnes的抛投 也和跳投一样非常僵硬 有待磨练 背框虽然有些脚步 可是能否证明 他具备挡拆后下球的能力 这仍是不好说 毕竟在大学他几乎没有作为挡拆掩体过 也因此Barnes 可以说完全没有在NBA得分的手段 这对他的选情 哎呀 会是很大的扣分啊 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球员有多难养 上一个有类似特质的Jerry Culver 已经很好嘛 躺平在冰箱里了 Barnes如果没有得分方式 那他就只是运球更糟的Ben Simmons而已 因此从基本条件来看 Barnes的身材防守是完美的极占力 可以说进入NBA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是具备影响力的防守者 而他的长城发展 则会依照目前的进攻缺陷 划分成三个等级 如果练不出任何一样的稳定得分招式 那也就是单纯的防守所 很可能连稳定先发都没有办法达到 如果能练出基本的抛头和三分 那他至少可以是挡拆后的侧应点 搭配他无所不在的防守能力 有望成为稳定先发 甚至是上看明星 最后呢 虽然技巧上还有距离非常非常遥远啦 但Barnes确实有良好的对抗性 和在空中调整出手的协调性 也曾展现出更低的运球重心 和更好的进攻脚步 甚至他的大跨步单手飞扣 跨步后不进 还能连续弹跳补到进为止的能力 都让他的比赛 有许多Yanis的影子在里头 如果你还记得当初Yanis 在灌篮大赛表现有多烂 就知道 他的体能就像Barnes一样 不是最顶尖的 他是平均在85分左右的体能 加上超大的跨步幅度 以及连续弹跳 再加上足够下球过人的运球能力 才诞生出他这种独一无二的打法 而就我来看这些条件Barnes也都拥有 代表他是有机会仿效的 Barnes如果能把持球开发出来 他的球伤直觉和控场灵性 这些都有望让他弥补 和Yanis间的体格差距 让他成为小一号 但更加稳定可靠的 新世代怪物侧翼 练好运球的模板 智商上线的Yanis 无法持球的模板 加强版Dreymon 低模板 Michael Kidd Gilchrist Jonathan Kuminga 是每年都有一个的 超高潜力 超低完成球员 14年的Aaron Gordon 16年的Jalen Brown 17年的Josh Jackson 18年的Marvin Bagley 都是此类 这四人虽然形态各自不同 但入行第一年都是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非常多种类的技能包 非常强大的体能条件 可是却没有相应的进阶技巧 球伤和协调性 把所有东西连接起来 而回到Kuminga身上 他也是一样的状况 他目前展现出几样 很让我惊艳的前提 一个是进攻的脚步 一个是制造犯规的意识 最后呢是空间感 他确实懂得在持球进攻时 用三起的手部脚步动作 来创造启动空间 像是用手部rip through 动作 搭配刺探部动摇防守重心 也懂得切近蓝底后 用强壮的身躯和脚步 主动创造上纜空间 像是VIR 脚步 甚至即杀后假晃 再保持住轴心脚up under 甚至还懂得阅读对手的防守重心 去制造身体接触 高效率取分 也就是当对手重心失衡 或是为了追防而靠向他的身体时 他就会主动去制造接触 争取罚球机会 且这些技巧不只展现在外围切入 也展现在背框进攻上 近年真的有扎实背框脚步 夹晃技巧 也有足够buff力 去把这些动作 展现到极致的封线球员 实在是已经不多了 但Kaminga显然就是其一 一样善用身躯脚步 制造空间 对手被顶开 他就用强大的体能打掉 对手硬是追上来 靠上来 他就顺势制造接触上罚球线 这些东西不只需要技巧 更重要的是要有阅读防守的能力 才能在转瞬间判断 应该用什么动作 来对应什么样的防守 而这种脑袋上的优势 也将他进攻段的上限 拉得更高 将他不只能够自主得分 也能创造队友的机会 当他手上有球时 只要他能提前注意到队友的空档 他甚至能像控球一样 主动的移动过去 牵引斜防 帮队友拉出更好的出手空间 再传球给他 当他手上没球时 他也随时在注意持球队友 以及自己的防守者 往往能抓准对手注意球边 忽略对方整体防守 偏向球边的瞬间 运用强大的低步 启动往内空切得到空档 这些都展现出Kominga 不只是一名体能爆炸的野兽派前锋 更由潜力成为一名 具备playmaking 能力的 控球前锋 但是 but 这 don't fucking mother could say again 一来呢 是身体的延展性差 下盘也不太稳固 前者导致他变向幅度忽大忽小 难以稳定摆脱对手 或者打破他运球中心过高 难以在沿防下保持运球 所以Kominga 连自己的控档都没办法稳定创造了 创造队友控档这种事呢 哎呀 几乎就有在开放快攻中才能办到啦 二来是身体控制能力 和放球手感也不好 让他就算找到舒服的位置 也不一定能成功把球放进篮筐 时常顶住空间后 僵尸上篮放枪 只要一对一干扰就能守住 也大幅降低他对防守的牵制力 并且手感和协调性 也让他的跳投很容易受干扰 Kominga现在的跳投 是要蹲低塞好双脚 同时端好球后 再一气呵成one motion出手的姿势 虽然姿势还不稳定 但只要他能保持自己习惯的节奏出手 不论是击杀后换地拔葱 甚至是offscreen后 直接一个垫步catch shoot 这些高难度的投篮动作 他都曾在发展联盟绊道过 但相反的 只要对手压迫他的运球 让他不在节奏内下半身C不好 或是沉退一步 等他动作摆好后突然施压 让他必须加快投篮速度 他就很容易变成上下半身的施力彻底分离 只是跳起来 然后用上肢把球往篮筐砸 三篮是他虽然有浑然天成的空间感 但还无法阅读大量轮转 他几乎只能阅读第一派的防守 去空切或分球 只要他启动切入后 若便斜方射陷阱埋伏传球线 或是对手刻意沉退 放给他传球路径 等他收球要传再立刻伸手抄截 在这种较为复杂的状态下 他就很容易受骗 进而失误 而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没有相应的东西 把潜力连接起来 毕竟在NBA如果没有一招稳定的得分武器 那传球跟体能都是白搭 艳样通艳样松就像Aaron Gruden这样 什么都不通的话呢 就是变成Josh Jackson那样 所以Komingai的养残难度 毫无疑问是高的 今年唯一的成功案例Jalen Brown 塞尔提克不仅给了他时间和稳定的环境 他自身的悟性也够高够努力 相反的AG就是给了时间也给了环境 可是自己悟性不够高的案例 Jackson则是连证明自己有没有悟性都来不及 就被环境给搞垮的那种 也因此Komingai被拿着球就选走 他自己的学习力到底到哪 这些当前难以预测的环节 反而才是真正决定他长远的关键 所幸Komingai接触正式篮球的时间极短 能这么快长出脚步和空间感 这些进阶的东西也证明了他的天赋和理解力是很好的 尤其他的三斜动作和进去脚步是真的很漂亮 能在短时间内融会贯通 并且在防守压力下稳定执行 你要记得Jalen Brown 当初可是花了两年才完全学会 Komingai这些东西在这一年内就飞跃性进步了 所以呢就希望选他的球队 真的能够好好替他制定长城计划了 如果所有技能能串得起来 那他会是带点控制的Jalen Brown 甚至有机会是类似Komingai Leonard那样的顶级前锋 而你要知道 这么多年来 一堆形态类似的球员 我可从没有真的喊哪个人是Komingai 2.0过 除了Komingai以外 好吧 最后简单聊聊防守 Komingai现在连进攻都还没有摸出个头绪 防守上他放心地 自然呢也...也是不多 甚至可以说是偏烂 无球容易漏人 站位糟糕导致被移步过 西方时机不好 不过基础防守的NBA 有很高几率被校正回来 尤其他的区间内 从3到6 那几对带防守普遍都还不差 相信以Komingai的横移和臂展 他未来会是能坚守3到5号 也能换防出去对位后卫 联盟顶尖的 无差别 防守者 高模版 Jalen Brown Kowai Leonard 第一模版 Aaron Gordon OJ Ananobi 好的 以上就是大补帖第一集的内容啦 第二集一样 啊 是看我们想看谁呢就写谁 希望可以赶快做好 确保还有时间做第三集啦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 再见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下喜欢 或是分享出去 让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话 也热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呢 你也可以说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不会错过我新的影片啰 除此之外 如果不前期长篇文字与分析的话 也可以到我的FV粉专的晃晃 一同讨论篮球 OK大概就是这样 我是SKY 期待下一支影片播出的时候 能再与你们相见 再来一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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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